新聞一開始帶您關心 台南北門舉辦了宮廟活動 沒有想到卻爆發肢體衝突 當時有大批性重聚集 而其中兩團陣頭 卻疑似肢體碰撞互看不順遠 雙方爆發激烈的叫囂 還動手互毆 儘管廟方火速前來阻止 沒有報案 但是畫面曝光之後 警方還是通知涉案的四個人 到案說明 一群人穿白衣 戴橘色鴨舌帽 推來推去 擠來擠去 仔細看還有拿棍棒的 吵成一團 不時還伴隨高分 被喊叫聲尖叫聲 兩方人馬 誰也不讓誰 拉也拉不開 一路推擠過去 火氣很大 最後大打出手 廟會活動聚集人潮 原本熱鬧 卻演變成火爆衝突 看啥性重 阿爹 會怎麼樣 10號中午12點多 原來是台南北門區的宮廟 舉辦繞進活動 其中安南區及西港區兩地震頭 卻因為進出廟門時 疑似他身而過 有肢體碰撞 互看不順眼 推擠叫燒後 竟然打了起來上演全武航 人數比較多啦 天氣也比較暖 不好的鄉民 我們廟門這邊 下回來 一聲不缺 害死 儘管公廟負責人 火速出面調解 當下沒報案 但鬥歐畫面在網路上曝光 警方也介入調查 經比對網傳影片 疑似有數名的鎮頭人員 有鬥歐的情形 後續依刑法 妨礙秩序 聚眾鬥歐等罪險 移送偵辦 目前茶器四名涉案人 到案 畢竟動手就是不對 原本的廟會活動 卻變成輸贏現場 恐怕也嚇壞現場 參加人員記者黃富奇談不倒